常董 宣传片已经出来了 你过项目吧 常董 文总 宣传片已经做好了 请您过目 跟虚拟主持人搭档 真的挺难的 我们花了不少工夫 继续努力吧 宣传片今天晚上就推出了 是好是坏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你放心 第二季肯定比第一季更精彩 但愿 娜姐 你回来 是 是 老师 琳丽 没什么事吧 没事 那有 对 娜姐 刚才你电话打不通 常青来过 他来干什么 我也没太弄明白 先说路过 后来又说 他两个公司合作的事 接着碰见司多昊 过程我不知道 但结局是很快就走了 我没找的 娜姐 真的 那他就是误会了 我估计是认为 你把司多昊挖来的 我知道了 老黄 我张小娜 有时间吗 约出来见个面 没时间 那我去找你 有些事要 要当面跟你说清楚 你随便 娜姐 能不能不去找她 有些话我不说清楚 我心里堵得难受 懂吗 那我跟你一起去 那你就别去了 让娜姐去找丁吧 怎么个意思 不好意思面对老东西啊 没有 我想我当初惨淡收场 现在故地重游 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呢 你别瞎说 你那哪叫惨淡收场啊 你说全身 但凡有点能力的 都让你也拐走了 你那要华丽转身 不叫惨淡收场 你误解我 拉拉花 没有 我怎么能误解你呢 你说上到导演 下到助理 你一个没辣 全给弄走了 你最狠的是啊 你说全身的唯一希望 救命稻草 司徒昊也被你拐走了 你能让我怎么想 司徒昊 你真的误解我了 我 我也是司徒昊 辞职之后我才知道的 你得得 得了吧 你蒙谁呢 你不给他出主意 也不给他解决五百万 他拿什么跟我们解约呀 我们俩共事吧 也十多年了 我一直觉得 我很了解你 你说 不说了 都过去了 以后呢 你就拿全身当娘去 路过的时候 想上来喝杯茶 随时欢迎 走 现在喝啥去啊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你愿意上来就上来啊 不愿意上来 你再看一会儿你就走啊 好自为之啊 我总说 姑娘 你这看什么呢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个节目吗 出第二季了 嗯 这一季做得不怎么样啊 为什么 因为制片人不是我女儿 所以不怎么样 好 喂 喂 你给我打电话了 对 因为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司徒的事 咱们见面聊吧 好啊 嗯 那回见 你没看到了 好啊 一切吃 你 printers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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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